欢迎回到新乡雅剧,我是亚兰 今天我们来谈一下服饰 服饰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穿服饰 那生活当中我们常说 人不可冒相,海水不可斗凉 但是不可避免我们都会以貌取人 因为我们人和人之间见面的时候 首先都会通过对方穿的服饰 他的举止、言语 来猜测说这个人他来自于哪里 他的受教育背景如何等等 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 服装不仅仅是用来遮寒避体的 服装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更深的内涵 因为中国它曾经被称为衣冠上国 中国的服饰也曾经很深远的影响着 朝鲜、日本、越南等等 曾经的丝绸之路将中国的服饰文化远辞欧洲 而服饰在中国文化里也不仅仅是一件衣服 他也用来梳理社会的秩序 比如说在中国文化里我们看 从皇帝、官员、平民 从他们的服装就一目了然他们的社会阶层 所以左传中说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成下 又有服装之美卫之华 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中因为有礼仪和服饰 才让我们称为华夏 我们足以看出服饰和礼仪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 那既然服饰对我们有这么深厚的内涵 那么服饰到底它承载了哪些文化呢 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可能很少能够知道了 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说要恢复中国的传统文化 要恢复汉服 但是很多人一穿出汉服呢 就被人指责说你穿的不是韩国的服装吗 不是韩服吗 韩服和汉服非常的相像啊 那很多人也不能够区分 那么到底韩服和汉服有多像呢 可能不关注这方面的朋友啊 也不一定能够那么清楚的理解 有一次呢 我曾经去参观过一个韩国的百年服饰展览 我一看呢真的吓了一跳啊 因为这展览上展出的是 韩国从朝鲜王朝到近现代的服饰变迁 但是你知道吗 我看到那些服饰 我竟然以为真的它是中国的服饰 你比如这件呢 是孩子一周岁时候穿的礼服 但是它上面竟然还有中文 写着祥瑞 福和寿等等 就是我们中国文化里边 希望孩子长命百岁啊 写的这些吉祥的话 还有呢 在这件韩国的婚礼上 礼服里边 你看它的背面啊 竟然用中文修着八个字 两性之和 百福之远 甚至呢 我看到这个韩国的官服上 竟然像中国明清官服的这种补服 中间有个福子啊 不仅是平民的衣服 官员的衣服像 就连朝鲜王朝 他的国王的衣服 也很像中国的衣服 比如说呢 展览当中展出了一件 朝鲜王朝第21代国王英祖 他的一个天青色的沙纸外泡 但是你看这个服饰的颜色啊 质地 款式做工 他肯定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那为什么传统的韩服 会和汉服这么像呢 今天啊 我们就和大家来探讨一下 其实我们提到韩国的服饰啊 要从韩国的历史背景 以及跟古代中国的历史 渊源里面来看 才能够更好地去了解 为什么他们的服饰文化 会这么样像 因为古代中国嘛 对整个东亚来说 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比如说我们的文字啊 汉字 曾经深远地影响着 朝鲜 日本 越南 整个东亚文化圈呢 甚至被称为汉字文化圈 他们当时都是学习 中国的汉字 包括朝鲜 它的官方的文书 都是用汉字来书写的 直到现在呢 韩语 日语 越南语当中 都很像中国的汉语 我们曾经做过一些视频啊 我们也可以再来回顾一下 这些国家的语言 和汉语有多么的相像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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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 学生 化妆室 化妆室 杂志 雜誌 社会 社会 椅子 图书 都市 教授 教授 空气 工气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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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通 告白 告白 浪费 管理 浪漫 昆虫 工种 栏杆 椅子 椅子 衣服 衣服 杂志 雜誌 练习 练书 教师 调习 时间 时间 教科书 教科书 葡萄 葡萄 那看到他们的语言如此相像 我们就不难想象啊 作为文化当中 服饰这一块 他们为什么会和中国的文化 有这么深厚的渊源 提到韩国的服饰呢 我们要从韩国的历史说起啊 大家可能会知道韩国和朝鲜 他们是二战之后才分开的啊 之前呢他们都是属于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这块土壤上啊 他们曾经有分裂过 但是呢也曾经有王朝的统一 比如说像高黎王朝啊 像朝鲜王朝啊 都是他朝鲜半岛统一的时候 谈到朝鲜服饰和中国服饰的渊源呢 我们可以追溯到朝鲜的三国时期 朝鲜的三国时期呢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三国时期啊 都是三个国家鼎立 那时候呢 在朝鲜半岛的三国国家分别是 高沟黎 新罗和百济 我们可以从这幅图当中 看到三个国家使者所穿的服饰 已经能够看到中国服饰文化的影子 在朝鲜三国时代呢 高沟黎就引入了唐朝的儒群 而新罗和百济 也从唐朝引入了祈求儒群和高妖儒群 这三个国家当中呢 新罗国和唐朝的交往非常密切 新罗国第23代国王法新王时期 他就曾经模仿中国隋唐时候官员 他们的功夫的制度 因为中国隋唐时期呢 是按照服装的颜色来区分关节的大象 而新罗国呢 他也模仿中国官员的功夫制度 把他们的百官服装的颜色呢 分为紫 匪 青 黄四种颜色 几乎和中国的服装颜色是一样的 到了新罗国第28代国王呢 他派使者进入唐朝 常太宗就赐予了他们服装 那么他们那时候就开始穿唐朝的服装了 而到了新罗国第30代国王的时候呢 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 在第30代国王文武王的时候 受到唐朝的支持 统一了另外两个国家 也就是说他统一了高购离和百计 那么这时候呢 就到了统一新罗时期 新罗国统一了三国之后呢 就从唐朝引入了大量的服饰 包括很多的衣料 像丝绸啊 锦缎等等 而在教育上呢 统一新罗还效仿唐朝 专门的建立教育的机构来教授国学 学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学习 论语 礼记 周易 左传 上书春秋 这些中国文化的东西啊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已经在全面的接受 中国的文化以及中国的服饰了 后来呢 高购离又夺取了政权 这是一个叫王健的人 他建立了高离王朝 那么高离王朝初期 服饰上基本上是继承了唐朝的遗风 在创建高离王朝的这个国王 王健临死之前 他给大臣说了十条遗嘱 其中有一条呢 大意是说 中国这个地方啊 它的服饰 文物 礼乐 非常的好 我们一定要向中国学习 哪怕呢 根据我们不同的地域和风情 做些改变 我们也不能够学习别的国家 比如说像契丹 这样的国家 当唐朝结束之后呢 就来到了宋朝 所以高离王朝呢 也向宋朝纳贡 接受宋朝的册封 宋朝也会给高离王朝来赐予一些服饰 这时候高离王朝本国所制定的礼服 也会按照唐宋礼服的制度来制定 比如说皇帝穿的袍啊 包括说像些免服呀 百官的礼服啊等等 宋朝结束之后呢 就来到了元朝 中列王迎娶了忽必烈的长女 他就成了元朝的驸马 这样两个国家呢 就结了殷亲 从他之后呢 高离的很多国王都成为元朝的驸马 都迎娶了元朝的公主 比如说呢 高离的宫米王 他就迎娶了元朝的鲁国公主 这个鲁国公主呢 非常的聪明贤惠 他知道宫米王喜欢书法 就带去了很多赵孟府的书法作品 所以夫妻两人呢 是十九相合 非常的恩爱 这样的联姻呢 也让高离王朝和元朝 两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 而元朝呢 也不断的给高离王 王妃以及大臣给他们赐予服饰 所以在高离王朝的时候 他们的国民上下都穿蒙古族的服装 而到了高离王朝末期呢 有个大臣叫李承贵 他夺取了政权 灭了高离王朝 这时候呢 他就建立了新的王朝 改朝换代呢 他肯定要去给宗主国去知道的 而这时呢 对应的是中国的明朝 明朝知晓了事情之后呢 就赐给了他们国号叫朝鲜 从此就开启了朝鲜王朝时期 那么朝鲜王朝和中国的明朝 有着非常好的礼上往来这样的时期 而在这个时期呢 朝鲜王朝向明朝学习了大量的 中国的文化以及中国的服饰 而明朝呢 也帮助朝鲜王朝 抵御外敌 保护他们的稳定 所以说在这段历史时期 成为后世的一段佳话 那么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呢 我们下次和大家接着分享 今天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 下次再会